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人不是很多 大家也可以坐的都尽量在中间这块区域 应该是可以的 好 请大家起立 我们一起攻读使徒信经 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是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 因圣灵感应由童真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 降在阴间第三天复活 升天坐在圣父的右边 将来必在降临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儿宫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好 请玲玲姐妹带领我们来请拜 平安 感谢主 虽然是线下有很少的人 但我相信线上线下所有的弟兄姊妹 即使还没有再来参加我们的 这个主日的这些弟兄姊妹 我相信在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人 在此时此刻都在敬拜我们的神 因为神在掌管我们 我们每个人都有那一刻 是神找到我们的时候 也是我们找到神的时候 就是神敲击我们的心门 我们把门打开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回想 去思想当时 我们心中的一种火热和感动 用这首歌 在美诗 当你找到我 我们去思想 神怎么找到我 神找到我的时候 我心里面的那种感动 感谢主 感谢主 当你找到我 在生命十字路口 你靠近我 你拥抱我 从此你不放手 过去的种种 全然跳在你手中 你依止我 你依止我 你恢复我 你恢复我 从此我不放手 你依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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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命十字路口 从此我不放手 你依止我 过去的种种 全然跳在你手中 你依止我 你恢复我 从此我不放手 夜在黑 心在疲惫 我仰望你只剩容眠 我已决定 永不后退 你作为何等容眉 你的灯在我心间 我愿意一生 轻轻跟随 我跟随 我跟随 随你 从高山倒低谷 我跟随你 即使 荆棘漫步 纵然面对挑战 也有眼泪感到疲惫 我要挣脱 沈泪 永远 永远 不后悔 在你翅膀影响 未来在你的手中 我不忘初衷 当你找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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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命十字路口 你靠近我 你拥抱我 你拥抱我 从此你不放手 过去的种种 全然交在你手中 你抑制我 你恢复我 从此我不放手 你夜在黑 心在疲惫 我仰望你只剩容灭 我已决定 永不后退 你作为何能容美 你大灯在我心间 我愿一生静静跟随 我跟随你从高深到低谷 我跟随你即使静静漫步 纵然面对挑战 也有眼泪感到疲惫 我要挣脱成烈 永不后悔 在你翅膀影响我的保护 你话语是我生命的坚固 你应许不要动自食之中 永不落空 未来在你的手中 我不忘注重 但我祝福 当然 但我祝福 卢 但我祝福 但我祝福 阿们 感谢你找到了我 主啊 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向你先生祷告 因为我们是妙小 我们是软弱 我们无理 有很多东西我们无法抗衡 但是我们相信 我们要把我们的祷告带在你的座前 将我们的一切忧虑 交在主义的手中 我们要用祷告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要用祷告和你沟通 我们要用祷告 知道你永远在我们的身边 在我们的身后 支持我们 帮助我们 让我们走出地骨 让我们战胜软弱 给我们力量 感谢主 祝你 祝你 viel 祷告 因為我知道我需要 明瞭 你心裡對我重要 祷告 一家賺不了 祷告 因為你的愛我需要 你關懷 我走過的你都明白 有些事我只想要對你說 因一筆任何人都愛我 痛苦總嚴重留下 我知道你為我擦 在早晨我也要來對你說 主耶穌今天我為你活 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賜給我 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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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渺小 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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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striving better 我需要緬糧 祷告 祷告 要慢慢的 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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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is 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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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的爱我需要你关怀 我走过的你都明白 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 一笔笔任何人都爱我 痛苦从眼中留下 我知道你为我擦 不再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 主耶稣今天我为你活 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 你恩典够我用 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 你恩典够我用 主啊我相信你的恩典天天够 我恩典 我们呼求在主的宝座前我们呼求 我们同心合一地呼求 呼求神现在就在我们中间 呼求神进入我们的心里 呼求我们转离我们所有的恶性 呼求神 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 我们呼求神进入我们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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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书要求神进入我们的心里 许多万不足 能较为神进入我们的心里 是我们的心里 也要看见复兴 我们呼求你阿宝父 舍利你宝座在这里 你闭着眼看侧而吹蹄 风出兵的呼求 万民都要来敬拜你 荣耀高举你的生命 复兴着地全能的君王 我们欢迎你 祝我们同行在你面前 一道高寻求你面 我们专利所有的恶心 定义淡淡跟随你 祝我们是属里的子民 求此下复生的心 我们要回转向你 也要看见复兴 我们呼求你 阿宝父 舍利你宝座在这里 你宝座在这里 你宝座在这里 荣耀高举你的生命 你宝座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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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出兵的呼求 万民都要来敬拜你 荣耀拘据你的生命 复兴着你全能的君王 我们欢迎你复兴着你 复兴着你全能的君王 我们欢迎你 阿们 感谢主 大家请坐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爱我们父神 我们在这里仰望你 主是你 你是那大君王 你是那自身的圣者 主 我们福福在你面前 让我们真的恭敬仰望你 主 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你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你 让我们心思意念 全人全心都住在你的里面 你供应我们 我们也真的是住在你的里面 主 让我们随时经历你的同在 你也随时保守我们 你是我们的阿爸父 让我们呼求你 主啊 我们真的是 很多时候常常 随从自己的私欲而行 随从自己的意愿而行 常常得罪了你 但主 你是那位慈爱的天父 你也经常在不纪念我们的过犯 主啊 真正让我们常常 有一颗谦卑的心 让我们知道你是那神 让我们遵你在宝座上为大 主啊 让我们今天 也借着牧师的话语 在这里再次被你所得着 你的灵也在我们当中自由地运行 让我们弟兄姐妹 因着你的话语 再次被复兴起来 祷告奉主耶稣圣灵 阿们 接下来请祭大哥为我们读经 小朋友可以去主日学 对 我在跟你说不太一样 你这是五章 哦 我书呢 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今天读加勒泰书六章一至五节 刚才那个上面打的是五章的 我先读一下 一会儿那个 一会儿那个叶俊打出来之后 大家一起读 弟兄们 若有人偶然被各犯所剩 你们属灵的人 就当用温柔的心 把他挽回过来 又当自己小心 恐怕也被引诱 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先担当 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 人若无有 自己还以为有 就是自欺了 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 这样他所夸的 就钻在自己 不在别人了 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 现在有了 好 现在大家一起开始 弟兄们 若有人偶然被各犯所剩 你们属灵的人 就当用温柔的心 把他挽回过来 又当自己小心 恐怕也被引诱 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先担当 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 人若无有 自己还以为有 就是自欺了 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心理的行为 这样他所夸的 就站在自己 不在别人了 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道理 阿们 好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好 我们也跟隔壁的问候一下 看一下 对 我们用眼神 用手势打个招呼 好 线上的弟兄姐妹 大家也下午好 好 感谢神 牧师 你想感谢神 有没有搞错 没有搞错 我们理解 我们理性上面很难理解 这种情况 有的时候看起来很糟 我们还是可以感谢神吗 刚刚我们在外面 我们今天跟主日同工们一起祷告 然后我心里面就有一种感动 就说 是的 我们要怎样 凭着信心要来感谢神 凭着信心要喜乐 在主的里面要喜乐 记得之前有跟大家分享 真正的喜乐不是因为环境 真正的喜乐是因为我们心里面 倚靠神而有的平安 所以我们来求神来帮助我们 好不好 我想邀请现在 大家眼睛闭起来 好不好 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 然后想一件事情 然后感谢祂 如果你想不到的话 没关系 你可以说 谢谢你爱我 好不好 我们就闭上眼睛 我们跟上帝交通 我们讲一件 我们感谢祂的事情 哈利路亚 是的 主我们感谢祢 主啊 我们今天来到祢的面前 能够听祢的话语 能够一起赞美 主我们感谢祢 主我们感谢祢 赐我们空气 赐我们水 我们感谢祢 主啊 我们感谢祢赐给我们属灵的家人 在我们的旁边一起同行 我们感谢祢 主啊 我们感谢祢 在我们生命当中 主啊 祢允许让我们经历很多事情 主啊 在人看起来不能 在人看起来不能 但是在祢 凡事都能 主我们感谢祢 主啊 我们感谢祢 今天让我们能够一起聚集 不论在线上线下 来敬拜祢 主我们感谢祢 主啊 我们为未来要发生的事情 以及现在要发生的事情 我们都来感谢祢 主啊 谢谢祢 是那样的爱我们 谢谢祢 在我们生命当中 有祢奇妙的作为 我们相信 在前方有更美的风景 等着我们 主我们感谢祢 我们赞美祢 求祢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 让我们都进入祢的同在里 打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不是只看到现在的环境 而是看到在背后 主祢掌权 主祢永远与我们同在 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哈雷路亚 我们将最大的掌声 献给爱我们的神 阿们 好 今天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小组系列 第三 然后 下一张 OK 每个人都有中担 你有没有中担呢 有 我最近也有中担 我最近知道我的父母亲 母亲最近这一两个礼拜 连续前后进出医院 住院做了两次 然后我的父亲呢 也检查出来身体 有癌的细胞 然后第三期 然后哇 好多重担 然后突然迎面而来 然后师母的父亲 身体也是 因为因为之前有点小中风 所以现在也慢慢一直在衰退当中 哇 好多好多的重担 就这样 不迎面而来 然后再加上家里的事 再加上教会的事情 哇 有的时候想到说 好多好多事情 我都不知道该先去面对哪一个 然后我就算要面对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哇 真的是 我相信不单单是有我有重担 我相信各位也有重担 可能你现在也面对类似我这样子的经历 或者是在家中 在你的工作 也有你的重担 每一个人都有重担 那个重担有的时候并不是你所计划好的 有的时候就是 就来了 就发生了 你根本就无从预备无从准备起 真的每一个人都有重担 我有重担 你也有重担 但是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这篇信息 求神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学习将我们的重担 然后怎么样去面对它 好 下一张 基督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 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 还有诗篇68章19节 我们一起来念好吗 好 请 凡劳苦丹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的安息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 就是拯救我们的上帝 是应当称颂的 我们的神 基督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 祂是乐意 重担的人来我这里来 然后祂说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在这个有时候不容易的时刻 要能够得安息 能够得平安 是一件何等宝贵的事情 但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 凡劳苦丹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是不是有重担 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 将你的重担卸给祂吗 你怎么知道 你的重担有卸给祂 我用一个很简单的数学题目 如果我们身上 背着一个背包 背着一个背包 然后站在体重计上 对 好 比如说 75公斤 使母笑了 不知道 可能还在不只好 77公斤可以吧 最近运动比较少 所以体重比较高 好 加上背包 站在体重计上 77公斤 那你今天把包包放下 你站在体重计上面 应该是几公斤 还是77公斤吗 不可能对不对 假设这个包包是2公斤 现在应该几公斤 少两公斤 75对不对 应该是要75公斤 同样的 当你祷告 带到上帝的面前 很简单 你看看你查验一下 你的心里面有没有平安 有没有一种 说不出来的喜乐 或者是一种 平静在你的里面 如果有的话 那你真的有把你的这个 重担交在主的手中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要跟你说 继续祷告 可能你还抓着不放 可能还在继续背着 可能你还在看着环境说 啊 怎么办 现在都还没有改变 现在的环境 重担还是在那里 我父母亲的生病 还是摆在那里 好像我的财务的状况 还是摆在那里 好像我家庭的状况 还是摆在那里 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的眼睛 一直看环境 你的重担不可能卸下来的 阿们 如果你的眼睛是 定睛在神那边 少看一点自己 在主的面前谦卑 那你就可以怎样 你可以卸下你的重担 那你就会发现 你的这个忧虑的体重剂 减少了减少了 所以让我们学习 在这样子的时刻来操练 凭着信心 带到上帝的面前 最近我们读一篇经文 在菲利比书 我觉得这个经节很棒 然后鼓励大家 在家里面 常常的带到神的面前 当你发现 你没有办法祷告了 带到神的面前 好 我们来读一下 菲利比书的四章 我没有放在经文在上面 所以呢 你就打开你的圣经 或者是听我念 也可以 我们来看一下四章六节 如果有圣经的 我们一起念 如果没有的话 就听我念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继续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再念一次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 祈求为别人祷告 还有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你第一个会经历的就是 你的忧虑的体重计会减少 77公斤 减少75 减少70 你就会觉得 很精神 也许环境还是一样 甚至更糟 但是你心里面 你会发现 你有这种宁静 这种安息在你的里面 那我要恭喜你 你真的是把你的重担 卸在基督的面前了 如果你祷告 你发现你还有重担 继续祷告 带着信心祷告 因为进入到神的同在 是需要带着信心的 当我们祷告求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带着信心求的 什么是信心呢 就是你相信这件事情 还没有发生 但已经发生了 这就是信心 不是看着环境说 改变了 好高兴 那个是信心 不是的 是看着环境 好像还没改变 但是你相信 已经改变了 这就是信心 是看见它还没有发生 但是你已经知道 它会成就的事情 所以如果我们的 忧虑体重计 还是在77公斤 我们求神赐我们信心 把重担 交在上帝的手中 你就会发现 上帝是很乐意 天天听我们祷告 天天听我们祷告 背负我们的重担 你不要想说 我昨天才跟上帝抱怨过 今天再讲会不会太多 不会 你继续讲 继续讲 我跟你讲 当你意思讲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心里面那个抱怨的事情 会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因为神的灵在你的里面 开始会做工 当我们带着信心 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祷告 一无挂虑 你就会发现 神会慢慢的这样 把那个平安 一点一点放在你的里面 一点一点的放在你的里面 好像那煮咖啡 打开电源 放在咖啡粉 然后就越来越有 越来越有 你就感觉 越来越香 虽然环境还是一样 但是你觉得心里面不一样了 基督是天天 背负我们重担的神 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 尤其是如果你现在觉得 你心里面有重担的 你不妨就闭上眼睛 凭着信心 把你的重担 交在主的手中 你会发现你心里面 会有说不出来的平安 在这边讲到 出人意外 就是你无法去理解的 是你的理性无法理解的 弟兄姐妹 我们现在生活在这样子 科技医药发达的时候 我们很难操练信心的 有的时候我们很难操练信心 我们第一个会看的是什么 看看网络怎么说 包括我自己 我也是这样子 我有时候会看到 到底网络怎么说 看看大家怎么说 看看医生怎么说 我们有时候会这样 但是我发现 不是说这样不好 但是这样不够 身为神儿女的我们 就算是最聪明的科学家 他也看到的是 怎么解决现在 谁能够预测 一年后 五年后 会有什么样子的病毒 然后会有什么样子的解消出来 都没有人 但是呢 当我们知道 这一切万事都在神的手中 我们就有一种平安在里面 然后呢 我们看 但是呢 我们寻求 我们祷告 我们相信基督耶稣 他带领我的一生 就把你的重担 卸在他的面前 是的 那 这个跟我们彼此有什么关系 或是跟小组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我们最近还讲小组 对不对 然后呢 我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还没有填那个小组文件 赶快上去填一下 对 然后也欢迎大家去把这个表单转寄给你想要邀请他来参加的 可能他以前有来过教会 或者是他是你的邻居 你觉得这个很适合他 你不妨就把这个连结传给他 因为我们预计在三月中 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这个小组架构 目的是让每一个族群都找到适合他的小组 对 所以呢 鼓励大家如果你已经填了 你可以想想看在你周围 有没有一些木造友新朋友 也许这个小组 你觉得可以帮助他的来转寄给他 或者是你还没填的话 你也可以上去填一下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问我 好 那这个跟小组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 因为 下一张 个人的 个人的重担 我们学习也要彼此担当 当我在教会里面 当我在小组里面 我看到对方有重担 别人有重担 关我什么事啊 对不对 在这个德国这个文化里面就是 个人要为个人的行为负责 对不对 对 你今天做不好这件事情 那是你自己做错了 对 你今天好 没有交报告 那你要被老师 这个管教 你要被老师 给其他的更多的作业 那个是你自己的问题 你公司经营的不好 或者是你的财务 没有做得很好 被政府 除以罚款 这是你的事情 你公司决策不好 那你自己要负责 我们看个人 在个人当中 就是必须要担他自己的责任 对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这就是德国的世界 然后也很强调是这样 别人的事情我们不要管 对不对 是吗 别人的事情我们尽量不要管 管的话好像人家以为我们在 好像多管闲事 好像 对 所以呢 其实是蛮个人主义的 当然这个部分有一个是好的 就是说我们学习承担 但是在基督里面 不只是这样子 个人的重担需要这样 彼此担当 而我们彼此担当就 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在加拉太书六章二节 刚刚我们念过了 我们再念一次好吗 请 要护想 在加拉太书里面呢 其实从一开始 你就会看到讲到律法 讲到应许 讲到旧约 然后呢 在这边我们看到 哇 基督的律法 如此就完全的基督的律法 在这边保罗在最后一章 当他讲到一件事情 要提醒我们就是什么 当我们在 当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我们都希望说 我们知道教授 他考的这个中心思想是什么 对不对 切众主题 当我们在 拿起一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都要拿起 他的怎样呢 这个重心 每一个东西都有一个重心 当你拿到这个重心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很省力 如果你拿到 不是他的重心 你觉得很费力 同样的 当我们说 我们想要讨神的喜悦 但是呢 在旧约里 你们看到律法这么多 这么多 我们根本不可能 靠着行律法说 我在神的面前是 是称义 义就是好的 没有问题的 很难 不可能 是没有办法 因此我们需要 耶稣基督的血 来洗我们的罪 但是在这边保罗讲的 另外一个部分 讲到什么 基督的律法 基督的律法是什么呢 他跟摩西的律法 是什么不一样呢 基督的律法是讲什么 爱神 讲到彼此相爱 当我们愿意 重担彼此担当 我们就完全了 基督的律法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重担 要学习彼此担当 这样子就完全了 基督的律法 那当我们愿意 担当别人的重担 其实也代表了什么呢 代表了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也在服侍基督 当我们愿意看到 别人有重担 我去帮他承担 当我有重担 我让别人帮我承担 当我们彼此愿意 担当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做一件事情 我们在服侍基督 因为基督现在在哪里 在天上 我们怎么样服侍基督呢 就从我们服侍 彼此的重担开始 在马太福音25章40节这边 耶稣用这个比喻 来告诉我们 我们怎么样来服侍他 好吗 我们一起来念好吗 请 王要回答说 基督拯救我们 我们充满感谢 我们也说我们想要服侍神 但是我想要请大家 想一件事情 就是基督在天上 我们怎么服侍他 我们就从最小的 我们身旁当中 有重担的 有不容易的 你去帮助他 你就是在服侍耶稣基督 所以当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 就是在服侍神 当我们知道别人有重担 我们去帮助他 我们就在服侍基督 在菲利比书这边 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其实在这个经文的背景 保罗是讲挂心菲利比教会 但是呢 他这边讲了一个 很感慨的事情 你仔细的去读 你就会感觉到 哇 保罗其实 很挂心这个教会 但是呢 有多少人跟他一样呢 很少 他说 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 实在挂念你们的事 别人都求自己的事 不求耶稣基督的事 所以呢 他怎样呢 他把这个菲利比教会的事 就是等同于什么事 对 自己的事 就是等同于怎样 耶稣基督的事 别人都求自己的事 其实我们放眼看看 我们周围 大家是不是都几乎都在求自己的事情 都在忙自己的事情 可能包括我们自己 我们也在忙自己的事情 有很多事情都要去处理嘛 家里的 工作的 或者是孩子的 或者是学校的 哇 好多好多好多事情 但是在这边呢 保罗说怎样 每一个人都求自己的事情 但是我们有求耶稣基督的事情吗 我们在上礼拜我们说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基督现在要做什么呢 我们身体就要跟着动 对不对 如果基督要我们去那个地方 我们就身体就跟着动 基督要我们拿这个 我们就跟着拿 求神来帮助我们 当我们说我们是基督的身体 我们就要了解 基督现在要做什么 我们要求神给我他的眼光 来看到神 你要我现在做什么呢 当我们开始带着神的眼光 你会慢慢发现 对 有一些事情 真的我需要去多一点帮忙 当你没有基督的眼光 很多事情你天天看在眼里 你根本不会想要去帮忙的 我举我自己的例子 当我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 我看我的同学 我的朋友 我都会怎样 对啊 他功课很好 当然很好 他就是聪明嘛 就带着一种怎样 那又如何 如果看着功课考得比我差的 我说是他自己不够努力 干我什么事情 我就是继续继续努力 对 然后看着家里 然后看着爸爸妈妈 他是为我做的一切 我就觉得 啊 这理所当然啊 我也不会觉得怎么样 反正父母亲就知道这样 我没有一个这样 怜悯的眼光 但是当我接受耶稣基督之后 我在看我的父母 在看我的同学 其实好像他们没有什么改变 但是我看他们已经不太一样了 就是我看到我的父母 然后为我这样付出 然后煮饭 然后洗一碗 其实我感受到 他们真的是很爱我 他们真的需要耶稣基督 你会有这种不同的眼光 在你的里面 当你看到你的同学 然后有的考得不错 但是他们没有认识耶稣 然后又怎么样呢 那有些可能考得不是很好 成就没有很好 在这个当中挣扎 他们更需要耶稣 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 你自然就有一种 怜悯的眼光在你的里面 那你就知道说 是的 我要怎么样来帮助他们 有的时候你可以做的很少 那至少你可以为他祷告 那你会看到 别人生命当中的重担 求神来帮助我们 能够明白耶稣基督的眼光 当你有他的眼光 你开始看周围 你就会觉得很不一样 也许就从你最亲近的人开始 你看着你的配偶 你会发现很不一样 你看着你的孩子 看着你的父母 你会发现很不一样 你甚至会看到他们身上 背了什么重担 求神来帮助我们 那我们讲到重担 要彼此担当 那我们要怎么样担当呢 在这边我讲三个类 三类的重担 第一个是心情的重担 心情的重担要怎么担当呢 去理解对方的心 去陪伴他 我发现有的时候 光是去聆听 就是在服事对方 当对方愁眉苦脸的时候 你只要问说 最近怎么样呢 还好吗 有什么可以关心或帮助你的 你发现当他开始讲 最近我家人可能发生了一些事情 或是我跟我的孩子发生了一些事情 怎么样 当他讲完之后呢 对啊 我自己也知道 我应该要放下心来 谢谢你 你今天帮我好多 你可能根本都还没帮他 可是当你愿意聆听的时候 你就在帮助他 因为他的心感觉怎样 有人跟他一起承担了 所以他心里面的重量就怎样呢 有人为他一起担当 所以理解对方的心 陪伴他 你就在分享他心情的重担 在罗马书12章15节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请 与喜乐的人要同乐 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最近呢 我们跟轩逸玩一个游戏 就是说 耶稣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我就问轩逸说 耶稣最喜欢吃什么食物 啊 耶稣最喜欢吃什么食物 然后我就讲我的看法 我说耶稣最喜欢吃鱼 因为耶稣喂门徒烤早餐 也是用烤鱼的 在岸上等他 对 然后师母就吐槽我说 那你怎么知道那是耶稣最喜欢 那只是代表他 他有吃嘛 也不一定是他最喜欢的 我想想看 好像也是有道理 后来我们就继续考说 耶稣有没有在圣经在他的地上当中有哭过呢 然后呢 轩逸就说 啊 我想想 有喔 在哪里呢 可喜马寝园里面 祷告 啊 流泪 可能有流 也是有流眼泪 哦 对对对 可是还有一处喔 大家知道在哪里吗 是什么 啊 为谁哭了 对 阿萨路 圣经里面最短的经验 耶稣哭了 耶稣哭了 耶稣不是神吗 他知道他要去医治他 他哭了 可是我们看到耶稣充满怜悯 充满人性的那一面 就是与喜乐的人同乐 与哀哭的人同哭 耶稣哭了 耶稣理解对方的心 所以我觉得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 就是说 我们去看到别人的重担的时候 不要太快的去缩教 不要太快的说 啊 你应该怎么样 你就是没有怎么样 所以才会怎么样 而是也许你先去听一听 先去理解 先去共情 先去陪伴 我相信教会 我们真的需要更多愿意陪伴的人 我们真的需要更多愿意花时间陪伴 陪伴那些心情有重担的人 听他分享 为他祷告 你自然就担负他的重担 而你就在服侍耶稣 第二个 生活的重担 生活的重担 我相信我们也都曾经经历过 对不对 比如说 这个月的收入少一点 这个月的开销多一点 或者是突然有一件事情 临到 但是没有那个东西 怎么办呢 对 当我们知道我们身旁 有人有这样子的需要 我们就怎样 供应他 而且带着什么态度呢 很重要 给予不求回报 对 在古时候我们有听到什么 接来时 接来时什么 会说 来吃饭来吃饭 我请你请你 就是这样 带着一种傲慢的态度 接来时 来来来 但是这样子的态度 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态度 我们应该带着是怎样 一个谦卑 其实我们所有的也都是怎样 也都是上帝给我们 天父给我们的 对 那我们也学习怎样 上帝的心 来给人 不求回报 供应他的需要 其实当我来德国这两年 当我看着我家里面 大大小小的事情 其实我真的心里面很感谢 就是说 有看到弟兄姐妹帮我搬家 然后有人送一些东西来 有人帮忙煮家具 等等等等 其实我看的时候 我就 感谢神 然后谢谢 神在弟兄姐妹当中的爱 其实当我们愿意供应 当我们愿意帮助 你会发现那个爱就是在我们当中在流动 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三节这边讲到怎样 圣徒缺乏要什么 帮补 然后客要一味的款待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生活重担的时候 谁能够保证 对不对 完全生活一一帆风顺 然后不予匮乏 我们都有匮乏的时候 我们都曾经有需要的时候 那求神来帮助我们 我们可以敏锐周围弟兄姐妹的需要 而我们给的时候是带着一个祝福的态度 是给予不求回报的态度 不是说要显示出 我很富有 我很多 我可以帮助 你看做很多好事 不是这样的 而是带着一个谦卑的态度 来怎样 来供应他 那我相信这是上帝所喜悦的 所以生活的重担 我们也学习供应他的需要 给予不求回报 第三个重担 是什么呢 罪的重担 这个也是个重担吗 是的 罪的重担 你会发现有时候 你会很难脱离一个坏习惯 或者有的时候 你知道这件事情 你做了不对 但是你也不知道怎么去面对 好像就变了一个压力 在你的里面 或者有种罪恶感在你的里面 同样的可能你身旁的人 也有这样 罪的重担 那我们怎么去面对呢 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经节 六章一节 加拉太书 请 阿们 好 在这边讲到 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剩 你们属灵的人 好 这边很有意思 属灵的人 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 属灵的人要不要去关心弟兄姐妹 要 属灵的人不是关在房间里面 天天祷告敬拜 属灵的人要不要去扶持你的弟兄姐妹 要 要担当他的重担 属灵的人 保罗说 属灵的人 好 就当用温柔的心 这一点也是一个很有意思 有的时候我们就会用怎样的 一个怎样 说教的心 或者一个正义使者的心 来说这个不对 应该怎么样 但是保罗特别提醒说 要用怎样 温柔的心 然后把他怎样 挽回过来 有的时候不容易 对不对 有时候要跟人说一句真话 有时候真的不容易 需要很多的爱 因为你没有带着很多的爱 其实有时候话你讲不出口 就算你讲出口 那个也是情绪 也是情欲 或者很多血气在这里面 那求神来帮助我们 带着温柔的心 把他这样挽回过来 但是呢 这边也要小心这样 不要自己也被引诱进去 你要救人脱离这个罪的重担 不要你自己也被卷入在当中 要小心的 用温柔的心挽他回来 然后彼此带导 在雅各书五章十六节这边也有讲 我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 使你们得意志 所以呢 用温柔的心挽他回来 带着爱说诚实话 然后为他祷告 那特别我觉得在这边 在小组里面 或者在教会里面 在我们身旁 如果有人陷在这个罪的里面 你知道这是不讨神喜悦的 其实他也知道 那我会建议 有的时候 如果那个是很严重的事情 也许不是你一个人去面对 最好是有两个人一起面对 会比较好 那大家怎样互相的分担 这个重担 然后怎样三股合成的 神子不易则断 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 当你知道你身旁弟兄姐妹 如果有陷入在这个 罪的网罗里面 不是说怎样 都不堪 看不到 看不到 我继续怎样 继续过我的生活 不是喔 保罗说你们这属灵的人 也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 然后呢跟他约时间 然后为他祷告 然后也聆听他 看看他有什么难处 然后一起祷告 然后也带着爱心 来分享上帝的话 来帮助他挽回他过来 最后 我们讲到这三个重担完之后呢 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 在别人的缺乏 当中看见我可以补足的地方 其实当我们在分享 这个三个重担 心情的重担 生活上的重担 还有罪的重担 其实这些都是在当中 我们可以补上的地方 圣经鼓励我们 上帝的心意上 不要我们单顾自己 但是有时候我们会想说 其实我的能力有限 或者我读的圣经不太多 或者是我在服事当中没什么经历 你知道在疫情当中 其实我们都学习一件事情 就是这样 未来是可以预测的吗 可以对不对 变化太快了 你怎么知道你五年后会在哪里呢 你觉得你五年后 你可以帮助这个人 那你为什么不现在就帮助他呢 有的时候你觉得说你没有力气 但是你怎么知道神不能使用这五饼鳄鱼 使用这小小的在他手中 就可以喂饱五千人呢 不要去想你的能力多大多小 去想想看你现在你愿不愿意 来成为神祝福的管道 现在的你 现在的我 就可以成为神祝福的管道 不要再等到明天 不要再等到一年后 现在的你就可以 也不要想说我所有的有限 不要这么讲 也许一杯白水给对方 都带来对方的一个祝福 所以呢 在别人的缺乏 你可以看到我可以补足的地方 同样的在小组里面 在你小组当中 有很多弟兄姐妹在你身旁 你也一定会看到有一些需要 那当你看到你可以怎么做呢 你先为这个祷告 然后看看你自己 有什么可以补上帮忙的地方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有需要 我们会怎样开始抱怨说 哎呀怎么这样发生这种事情呢 怎么没有人预备这个白饭呢 怎么没有人去试着去邀请那个人来呢 他明明说要来怎么都没有人邀请呢 然后讲一讲你会发现 那为什么我不能做一点点呢 也许上帝让我看到就是 让我可以学习在这个事情上面 能够帮忙一点点 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在小组当中 我们都很重要 然后呢 最后不要怕麻烦 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怎样 哦这件事情好麻烦哦 可是呢我要跟你说 就是在每一个麻烦当中 都是你一个表达爱的机会 所以呢 当你觉得很顺手的事情 那个是爱吗 那可能就是一个怎样 没事嘛 就是你根本不会感觉到 有什么需要给予 但是呢有的时候 你碰到这个麻烦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哦很麻烦呢 怎么还要做这件事情呢 但是呢这就是你一个表达爱的机会 能够给予的机会 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 在每一个你觉得麻烦当中 你都不要把它看成是麻烦 你把它看成是你一个表达爱的机会 让我们学习彼此承担 彼此的重担 然后满足基督的心 你知道吗 其实在小组啊 或在家里面啊 我们都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麻烦 但是呢求神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带着基督的眼光 然后看到在每个麻烦当中 好像上帝给我们个机会 去表达爱 学习承担彼此的重担 那在这边牧师以后 我们彼此鼓励一下 如果你有重担的话 你也不要怎样 不好意思讲出来 你不要怕麻烦别人哦 你也要需要把这个麻烦 来讲出来 我相信当我们在爱当中 我们彼此分享彼此交托 你会发现 其实真的重担我们彼此的承担 是一件很美的事情 然后呢 我们这样做也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小组当中 甚至在你的家里面 学习彼此承担彼此的重担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请敬拜堂给你预备 谢谢你 我想要先为在我们当中 有重担的人来祷告 每一个人都有重担 也许你现在觉得 这个重担好像突然临到你 好像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或者是你也无能为力 但是我们相信 祂爱我们的主 祂的恩典够我们用 祂在当中 祂允许这个重担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一定有祂的美意 即使我们现在可能不明白 看不到 但是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 也许在这个时候 上帝要让你去锻炼一下 你属灵信心的肌肉 看你能不能够把你这个重担 能够把它这样拿下来 卸在祂的面前 也许在当中上帝要让你经历 神是爱你的 虽然有一些看起来不好的事情发生 但是祂要让你看到祂的爱不离不弃 也许这件事情的背后并不是神开始的 但是当祂允许 然后你就会经历到神是何等的爱你 祂的能力与你同在 祂是以马内力的神 你就会经历到 是 耶稣基督是天天背负我重担的神 每当我觉得心里面难过 我有重担 我就跟上帝说 我就跟我爱的耶稣说 我有担子 我觉得我有烦恼 我把这些交在祢的手中 求祢来带领我 也许就是简单的这一句话 也许就是一个 你心情上面 你跟上帝表达 你会发现 当你讲了一次两次 你心里面的那个重担会越来越少 那个愁烦会越来越少 相反的你的平安越来越多 让我们学习将重担卸在神的手中 所以我要为你祷告 如果你现在面临重担 不要担心 在这个时候我们来到天父的面前 祂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 好不好 我们就安静一分钟去想想 你现在遇到什么重担 然后带着信心 想象这个重担放在耶稣的手上 然后说 主我相信祢垂听 祢会处理 我不要自己来背 我愿意交托在祢的里面 我相信祢可以 我相信祢愿意 我相信祢能够 好不好 我们就安静一分钟 把你的重担带着信心 交在神的手中 也有点充满意 祢'd意 祈祷 亲爱的八天父 是的主 我们赞美祢 祢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 主啊 求祢来帮助我们 我们要来到祢的面前 用信心的手 把我们生命当中的重担 卸在祢的面前 放在祢的手上 主啊 我们不要自己来担当 主啊 我们愿意卸在祢的面前 祢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 我们赞美祢 主啊 谢谢祢 这样的爱我 我相信祢有能力 而且祢愿意 主啊 当我们愿意来到祢面前 将重担卸下 主 祢就赐我们平安 主 我们谢谢祢 赞美祢 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接下来我要做另外一个祷告 是 求神赐我们基督的眼光 能够看到我们身旁 他们生命当中是否有重担 可能你已经有看到 你可能已经知道 他有什么重担 求神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来学习担当彼此的重担 如此我们就满足基督的心 满足基督的律法 好不好 所以我们接下来也为自己祷告 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 想想看你周围是不是 也许出现了一个人 在你的心里面 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怎么样能够担当祂的重担 服侍祂 就是服侍那爱我们的主 玩也像圣灵球 也许你不知道怎么帮祂 但是也许在祷告当中 你会感觉到 也许我是不是可以传个讯息给祂 或者打个电话关心祂一下 或者送个东西给祂 你知道祂最近有这个方面的需要 我送的东西给祂 或者祂有罪的重担 我是愿意私下找祂聊聊 然后为祂祷告 然后晚祂回来 亲爱的耶稣 我们感谢祢 谢谢祢把我们放在关系里面 主 祢把我们放在关系里面 不是偶然的 一定有祢美好的心意 主啊 可能祢让我们看到 在我们身旁的人有重担 求祢赐我们智慧 也赐我们行动的力量 来去帮助祂 主啊 求祢让我们不要小看 我们所有的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 我们所有的很小 能给的东西很少 主 但祢从来不是看 那很小很少 也是看我们愿意不愿意 主啊 就求祢来帮助我们 我们愿意 我们愿意要承担 我身旁弟兄姐妹 我的家人 他们的重担 我愿意放下自己 不是说好像 这是他的重担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主啊 不是这样的 主啊 求祢帮助我们 真实的看见 主啊 也许他的重担 是我可以帮得上 我可以补得上的 主啊 而祢赐福给我 让我能够有力量来帮助 主啊 就让我不要吝啬 让我愿意摆上 愿意补上 主啊 也求祢帮助我们 如果我们自己 有需要帮忙的 我们自己有重担 主啊 我是不是也愿意 跟我身旁的人敞开 愿意让他们一起来 承担我的重担 主啊 在这当中可能 有一些过去的经验 不是很好 可能当我分享出来 我得到的回应是 冷水 我得到的回应是被教训 主 但是求祢帮助我们 我们 在祢的里面 求祢医治我们 让我们愿意在关系 在团契的路上面 继续的往前走 不要因着过去的伤痛 就停下来了 主啊 而是我们愿意 待在祢的面前 说主啊 祢把我放在关系里 祢创造我在关系当中 一定有祢美好的心意 让我能够胜过 帮助我能够得医治 让我在关系当中 可以再浓一些 可以再浓一些 在凡事上都不可亏欠 但是在彼此相爱上 要常以为亏欠 主啊 就求祢医治我们 让我们在关系当中 我们能够继续的往前走 在爱的道路当中 我们能够不放弃 继续的往前走 我愿意担当别人的重担 我也愿意让别人 担当我的重担 主啊 求祢来帮助我们 求祢来医治我们 来恢复我们 主 谢谢祢赞美 祢就是这样的爱我们 永远不放弃我们 主 谢谢祢的爱 何等长阔高深 我们赞美 哈雷瑞亚 奉耶稣的名堂高 阿们 我们使用这首诗歌来回应 我们一起从位置上面起立 好吗 在祢海里我要宣告 我软弱的改变 在祢海里我要宣告 你是我 在祢海里我要宣告 在祢海里我要宣告 我软弱的改变 在祢海里我要宣告 你失望 在祢海里我要宣告 在祢海里我要宣告 我不再最终踏转 是祢带领着我的手 靠着耶稣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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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必去盼挫败 甚至主恩更广阔 是祢带领着我的手 靠着耶稣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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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策上要靠着主爱去的手 靠着耶稣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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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